看一下,这是个管道培的一种浅叶轴种植的叶菜 浅叶轴 这种水培的青菜变化,相对说技术比较简单一点 这边是同样浅叶轴种的这个芹菜 都是刚在上面装备多长时间的 通过水培种植这个棚树非常干净 可以看一下 这种青菜长势也非常好 长势速度快,比常规的菜能缩短时间三分之一 并且口感非常好,粗香味非常少 这就是水培一叶菜它的一个优势 非常嫩的,一看都是属于那种品质比较好的那种 这种水培的叶菜,这种浅叶流的一般技术点要求的第一个就是营养液的一锡的弄度 这是一个关键点,第二个关键点就是营养液的循环这一块,水循环这一块 因为浅叶流的含氧量没有深夜流那么严格 因为它毕竟有一部分根系是在水里面 另外一部分根系是在空气当中 空气当中的根系可以把空气当中的氧气吸收了 这样的话它对氧气这一块要求到不是很高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,它这个栽动的时候直接是把这个机枝块看到没 放进去了,然后就不用管它了 它是这种,像是比较简单